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值得一提是这一幕 明镜的墨镜被陆飞打飞掉 被海军压上海军船后 明镜又把墨镜戴上了 难道是海军帮他找一副新的墨镜 还是果实觉醒后连墨镜都能复原呢? 反正伟天就是不想让你看到他的眼睛啦 我在怀疑他到底有没有眉毛? 明镜出稿是一个饶蛇歌手的造型 戴着一副耳机 看起来比现在年轻 多佛朗明镜代表的动物是红鹤 多佛朗在英文中就是红鹤的意思 如果明镜在真实世界中出现 他将会是一个西班牙人 而他统治的德雷斯罗萨的灵感是来自西班牙 德雷斯罗萨的民房采用巴塞罗拉的高地建筑 德雷斯罗萨的克里达进气场小壁圆形也是西班牙的逗留场吧 西班牙在一战时期更有玩具王国之称 值得一提的是妖精偷窃事件 是韦田暗于西班牙近来严重的治安问题 好了 明镜十个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就到这里 我觉得多佛朗明镜这个角色一直活在痛苦的边缘 尽管他嘴角上扬 亦付幸福无比的表情 但是心中的痛苦 无法诉说 说白了也是个可怜人 不知道你又怎么看明镜这个角色呢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麻烦按个喜欢 如果你要追踪我的频道就赶快订阅我哦 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做的话 那就不要管我吧 那我们下期见吧